字幕視聾 根據外國飲食雜誌的報道 要保持年輕, 除了要保持良好的坐姿 還要時刻保持微笑 你也說得對 我覺得保持年輕 最重要是保持心境開朗 就像這樣 微笑 開朗? 微笑 Jojo, 韓仔 年代不同了, 你們別這麼勾 還要靠坐姿、心態 來保持年輕 如果現在要生小孩 早點雪卵、雪症, 完成 我不是專家 當然很多朋友都會做雪卵的動作 我們又問我們的好朋友陳醫生 看看他有什麼見解, 好嗎? 陳醫生 經常聽女明星雪卵 雪卵究竟是一件什麼回事呢? 那就要問問陳醫生 每個都雪卵, 難道每個都想雪卵嗎? 阿嬌雪卵, 阿莎又雪卵 連樂壇天后Joey也有雪卵 明明師傅還大爆 有人一雪就雪二粒卵 究竟是誰這麼厲害呢? 陳醫生, 我們剛才商量雪卵 就要趁早, 跟成名要趁早一樣 在你的概念是否一樣 因為我認識的朋友 很多時候是三十多歲 都接近三十五歲 才驚醒, 遲了才去雪 通常香港普遍的女生 有沒有二十多歲就雪卵? 真的很少 真的少? 很少 平均年紀是多少? 通常人們真的去到三十五歲才會雪 是嗎? 因為我告訴大家都是這樣想的 三十多歲前, 剛才認識過男朋友 可能也有, 或者二十多歲 誰知道懶惰了三十, 機會又少一點 再多等一會 三十五至前, 三十五在他們來說 就是結尾了 差不多, 再遲一點 再遲一點 三十多年雪卵之後 可以放多久才會用? 香港法例最多雪十年 不過理論上, 生物學上 可以超過十年, 沒問題 你有沒有建議女生 如果反正是雪, 會否早點好呢? 這樣說, 女性卵脂質素下降 平均是三十五歲之後 所以你說我需要三十歲雪 也未必值得 因為像你所說, 我真的三十二歲 可能有Mr.Wright 我是結婚生小孩, 不用雪 所以我想, 如果你三十五歲 還未有, 你心儀的對象 你待會要想想這件事 但又不會說二十多歲是比較漂亮的 這個卵脂會不會呢? 會比較漂亮, 但分別未必很大 那你不用急著 錢是問題 我要多少程度呢?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 很多的卻步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你在說也要十萬 雪的過程會否影響卵脂質的品質 現在的技術有很多 以前的慢冷凍 雪十粒只有六粒是活泉的 現在玻璃冷凍技術 活泉率做到九成以上 很多 對 不影響健康的, 因為我不熟悉這方面 也不影響小朋友出來 暫時來說, 現在的數據 雪卵再解凍卵脂質 再做嬰兒出來 健康程度跟普通嬰兒一樣 但很多女生考慮一個因素 有些女生說 真的會不會很辛苦 因為你打排卵心 其實他們又說… 因為有人說肥腫了 又好像說得很辛苦 大家鋪排得好像很辛苦 還是真的很辛苦? 現在舒服很多了 真的嗎? 如果二十多年前的舊藥 真是辛苦的 現在的藥已經好多了 以前你打很多針 是 現在你說可能打幾針都可以 還有短期的不適是有的 我經常跟客人說 我說你如果不舒服, 我恭喜你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舒服是來自你多卵 你多卵的話 你做一次, 一分鐘就夠你生兩三胎 我最近有個朋友在美國做的 其實他已經不小了, 已經四十 但他說打完之後 他拿到的卵子是二十六粒 他很飄秉的了 很厲害, 是嗎? 他差不多等於一個三十歲的人 他的身體機能相當好 我想問, 例如我朋友 他抽到二十六個卵子 通常到最後有幾個是成功的? 如果二十六個, 可能做整個胚胎 通常我們跟人說一半左右 我算一半多嗎? 一半多, 當你十三個 當然你看精卵質素 但這是平均素 是 但如果他已經四十歲 有一部分的胚胎會不正常 剛才做基因檢測 如果去檢查胚胎有沒有問題 可能那裡又沒有超過一半 最後可能真的可以用來做移植 沒有大腿, 可能是幾個 幾個, 是 如果本身出來只有兩個 可能真的機會不高 其實是, 剛才醫生說的 數字很正確 因為第一次都是二十六個 到最後都是四個還是五個 醫生有沒有遇過一些最難處理的個案? 有的, 我當時遇過一個 都四十歲, 如果無其錯 他…剛才你的朋友說抽二十六個 六個, 是 他一次永遠只有一顆 有時候還可能沒有 他卵巢的提早衰老 並不是因為天生 是因為兩邊都要生個瘤做手術 做得沒什麼剩 他取卵取了十幾次 其實有多少下做一次是成功的? 這樣說, 你看的數量 因為如果輸一顆就沒用 你真的起碼都輸到十幾顆 才會有意義的 是 那批卵子將來能夠帶到 一個嬰兒給你的機率是高的 你起碼都十顆以上 你變成拿不到十顆 就看女性本身的體質 你年紀越大, 當然會越來越少 當然, 你說到拿卵子之後 要跟卵子結合了, 再放進肚子裡 再放進肚子裡 而又成功… 其實這裡是重重關口, 是嗎? 所以有時候整個過程中… 因為中間可能有些時候會失敗… 其實都是一個考驗 而且真的到最後不容易 那可否要先放進肚子裡 可能今年也放十幾顆 下年也放十幾顆, 像草菌一顆 然後找一年一次打進肚子裡 然後就有… 可以的 可以… 要付錢 沒錯, 你要付錢就行了 好… 裡面有100顆 其實這樣說, 如果再取一次 科學上來說, 你可能只有七顆 我想將來的機率大一點 可能休息兩個月再再取一次 你就會多了 好… 雪精多嗎? 雪精少… 真的少嗎? 因為男性跟女性不同 男性的精是不停製造的 所以理論上你80歲都能長得很長 所以很少人會雪精 我哪個客人來雪精 就真的想當事館嬰兒那一班 例如我有一班客人做機師 他就來簽同意書, 簽名的雪地劑精 他走了, 我就見不到他 因為那一班人永逝不知道自己 哪一人在香港 我不要怕, 怎樣? 其實你如果有太太去做取卵 取卵的人, 我要有精 如果她飛了, 我怎樣呢? 好… 可能減不到時間 對於以前行選, 也難搞一點 我看到現在時代的女性 其實多了很多人去找精子銀行 譬如她本身是很本事的 她還沒找到合適 但她又想自己要一個小孩 她就會去精子銀行 譬如美國, 她介紹出來的 可能讀書很厲害, 養得很帥 有些女生就會… 如果她本身沒有男朋友 她就會有這種考慮 對, 選了基因, 生一個超級便宜 好像選菜一樣 對, 沒錯 我們很久之前, 前幾年 有些很奇怪的訊息 在社交媒體上不斷找女生 不斷請你去外國旅行 包你幾個月, 要你捐籃 又在那裡付錢給你 前幾年有很多訊息 不知道是真還是假 外國有的 外國有的 事實上是有這種需求 因為有些女性 譬如她年紀很大, 長生 但關於體質 可能她的卵巢太早老化 多娶兩顆 是 我娶到何年何月才能做到寶寶 有些人可能會接受到 向別人捐卵給她 是 雖然寶寶基因上跟她沒關係 但她始終是自己拖自己生出來 她在過程上有一個很大的角色 在香港的氣氛下, 因為有法律問題 大部分一定是自己的逃犯 在外國或有些合法的地方 或是她們容許代母 其實現在多了很多人 有些年輕的女生 或者家裡能力許可 我看見真的要找代母 是 我也很想問, Jojo, 你能否接受到… 你覺得找代母是否一件好事 真的嗎? 真的 我想自己生的 為什麼? 因為找代母… 我擔心自己不太疼我自己的小朋友 你自己生出來 起碼將來打牠的時候跟牠說 我和你十月很辛苦 而不是, 我那時候給了很多錢 在外面搞, 回來 可能…對, 我想自己整建出來 是不是現在… 有潛力 是嗎? 我覺得這個想法是傳統的 我可能看到很多人… 這段時間, 年多兩年 很多人都是用這個方法 某種原因可能自己不妥 或者影響身材 或者她覺得妥犯了一個寶寶 生了一個寶寶之後 對自己的損耗性很大 所以會有人這樣做 所以大家就有個概念 有什麼舒服得過睡醒 有個小朋友 但是… 當然… 知道嗎?都是自己的 但是有時候我也還沒想通 就是到底你趕不趕 讓小朋友知道 其實是代母先生的 真的 而且當孩子知道 到底有沒有覺得 媽媽, 你懶得這麼多 連懲罰都不自己懲罰 你有沒有在概念上… 有點不開心 會不會? 我會 你怎麼才知道 他如果告訴我, 我會… 原來…是不是我媽媽呢? 媽媽經常說石頭爆出來 對 還有會不會有那些… 代母他們會簽的… 其實美國當時的代母案 是第一代打到上班 是嗎? 是嗎? 他們有個地方已經合法… 有些地方已經合法化 對 規模很有條件去做 譬如合約, 他們一定… 而且代母永遠不會… 很多地方都是 他一定要生一個小朋友 才會做代母 很多 他不會讓他做第一胎就做代母 然後有些是要… 到差不多時, 你是要過去看著他生 對… 有人會這樣想的 完全限制我想像人力 完全…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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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到生不到, 不是靠彩數 生不到原來是跟土地問題有關 是真的不是呀? 你以為自己出賭勢是因為自己游得夠快嗎? 傻豬來的 靈靈師傅說完全沒關係 當時, 卵子是女人 原來是卵子選擇的 師傅, 是真的嗎? 科學原因問過一下 為什麼不能生? 又問大家覺得通常什麼原因 是男生問題、女生問題 或者有沒有其他很特別的原因 還是大家不可以自然懷孕呢? 好, 說一下原因 或者你聽回來說他不能生 在家裡經常吵架 其實你們以醫學計算多久, 當是不育 一年還是兩年, 自然做 美國生治醫學會的定義是35歲 女性以下就一年, 以上就半年 35歲前, 如果他沒有鼻子 一年就半年 就看醫生, 35歲後就半年 這麼快嗎? 因為35歲… 那時候幾年就很慢, 很遲鈍 科學地看這件事 你差不多了 如果…譬如我今天選100對夫婦 大家一起扔避孕套, 大家去試吧 其實前三個月已經有七成人中了 即是天然來說是多久… 去到後來, 試這麼久都不得實有原因 不要盲目地試吧 知道… 好, 看看大家覺得怎樣 都市人工作壓力太大 情緒是否影響, 真是的 加計會調查過了, 說香港其實是土地問題 你有看嗎? 我有 是, 結果出來了 是… 我也以為是人們說壓力問題 是的 還有健康問題, 讓大家選擇 總之原來是土地問題 我扶你做, 說讚 是, 記得嗎? 我記得了, 是… 壓力問題, 攬膠… 攬膠不是周圍都有嗎? 攬膠會… 少一點嗎? 用太多… 我當然可能會有其他… 不想做累, 算初日子 每天都會有, 我也不知道你們怎麼算 雞彩日子 想不要那些有, 想有那些沒有 中育太多疫情, 排卵後才做視覺營… 什麼視覺營 什麼視覺營… 這是答案 這是很明顯 公司經常加班, 沒時間, 離行公事沒有 為何喝得太多 你也要醫生看看哪些是真, 哪些是假 有沒有概念 做生無力, 太胖… 觀看是中育經常說的問題 到底是… 想問醫生到底是卵子簡精子 還是精子油, 我也想知道 卵子簡精子 卵子簡精… 卵子外面有個殼, 你當它像保護罩 其實它有能力去選擇哪一條精進來 即是會彈中的 即是第一道就是… 很棒的 不是在計算嗎? 不是 對 這麼正確的一顆卵子 它是根據什麼情況去選擇呢? 它是隨便的, 還是覺得這顆比較好 緣分 其實它的殼是透明質酸 如果精子本身是健康 它比較容易黏在它 即是它也有選擇的 是 但為什麼我小時候… 可能我聽了一些錯誤的說法 說是有很多顆不同的精子 不斷游, 然後不斷攻擊那顆卵子 它也對, 但它最後只給了一條 是, 它也給了一條 那條就是最好的 那條就是贏了 謝謝, 爸爸 可以… 以前下過兒子… 關不關事嗎? 下過兒子的話… 如果你做中子懷孕的時候 做手術令子宮有疤痕 就變成你的胃胎很難穿錯 這個真的未必有足夠 明白, 兩萬元不夠, 真沒意思 好 好, 獎金 好 保六百萬 好… 有否真的有根據 是覺得也有關係的… 用太多電話和精子比較差 真的嗎? 工作壓力大, 當然有影響 為什麼電話和互聯關? 因為過磁場 排卵後才做… 那些… 證據是對精子 它一直放在我後面 排卵後才做, 正常排卵後才做 應該不會有嬰兒 要排卵前做 對, 算錯日子是經常發生的 是 如果當你是正常女性的28天週期 假設你是第14天排卵 第14天的意思是 排卵那天 就是你經期來的第一天之後的14天 但你永遠不會知道 你真的是不是14天排卵 是 所以我們會跟客人說 如果你的經期是準的 就是28至30天週期 做三次 第10天、第13天、第16天 因為精子可以在女性身體內 無存三次、五天 所以你的三次 基本上將整個排卵期通殺 所以根本不用 小便排卵棒丟掉 這是什麼? 小便用來驗一個荷爾蒙 嘗試預測你的排卵 不過不太準確 算了… 我覺得每天都… 每天都… 對 每天, 如果你能做到就行了 是… 半天, 半天 什麼? 半天 真的, 不要 JoJo, 你就說每天都增加成功率 但其實有些事是上帝早已預備 一早整定 多努力都沒用 師傅還大爆 四大天王都是生女的原因 你以為生兒生女的機會率是50、50 不… 少年, 你太天真了 師傅說有樣子看 傳統社會有很多人要生一個兒子 所以有時候女生在某一種家庭狀態之下 是很需要生兒子的 但我又覺得… 我看到的心也很害怕 因為譬如他前面三胎是女 有些都五胎是女 到底他當來問我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不敢回答他了 因為你一說去再生, 如果又是 走路也不行, 是不是嗎? 連續五、六胎女 有些地方真是著草也不行 在你們醫學的角度 其實是否真的五胎是子女的 還是全面四個五個都是女 或者全面四個五個都是兒子 後面跟著下去的走勢會如何? 不是五胎 是怎樣? 因為… 其實為何人生兒生兒都是女的 或者生兒都是兒子 其實是有一個原因 原因是因為… 我之前說過, 卵子是簡晶 人們經常生兒子就賴了男人 你那條晶是X還是Y 就取決了嬰兒是兒子還是女的 但最後其實不是這樣 最後是卵子我選擇給Y的進來我 還是我給X的進來我 所以以前的人說 如果…某些國家以前 當你選擇性別中的合法時 當然是很多年前 你會發覺, 譬如我生了兩個女兒 然後我想選兒子, 我要去做這杯胎 原來那杯胎大部分都是女兒 反過來, 如果我生兩個兒子 我做這杯胎原來大部分都是兒子 即是它本身有一點傾向的卵子 怪不得以前古代的人 要看你家裡的… 上面 對, 有些客人選媳婦就是這樣 不是, 整個家族都是兒子 好像真的也是, 不知為何 那一堆人全部都是兒子 所以我放心一點, 也有這樣 有些說全部都是女兒 可能她也有一點原因 是, 我想是我見過 我見過最多是有人生了九個女兒 真的, 我有個朋友 有行生 她說她媽媽生了她是最後一個 她爸爸看了一眼就走了 就沒有再理會了, 因為真的是第九個 我覺得如果前面的一天那麼多 有一條路跟百家樂一樣 大大大… 是很危險的 大家就不要搏了 很厲害… 她15歲, 生到45歲 生到差不多50歲 那個是第九個女兒 她們真的想要一個小朋友 想要一個兒子, 所以你想想… 所以它陷阱的機會就這麼大 很少說七星半月 要準準準備九份假裝, 準準準 你有沒有看過他爸爸是外父的名字? 有時候真的是, 譬如有些男生 耳朱很大, 多數都是外父唱的 而且你不覺得我們娛樂圈 四大天王都是外父 有記者問過, 師傅 為什麼歌星, 四大天王 其實全部都是女生 分析是, 如果她的命是桃花蟲 由出道, 都是女粉絲多 即是她的命多是女貴人多 對, 所以也是生女機會高 這個有關係, 有關係 因為是吸女人的 師傅, 我想問, 如果配胎 如果玄學方面說 有沒有說過配胎已經成型 那些小朋友有沒有說三門七拍 算不算, 那些不算的 你… 問題是我面對過的 因為有客人做了四個 他真正懷疑懷疑了兩個 剩下那兩個, 他很害怕 他覺得不知道怎麼處理 是不是一個生命 是… 但這是一個哲學家宗教的問題 我又不知道, 通常在醫學上 一直放在這裡是沒有東西的 其實是沒有東西的 這樣說, 如果你問問題 說說了這麼久, 還能用嗎 世界紀錄應該放了超過二十年 是 都能用到生到的 但是如果你說 從一個父母本身 對這個胎胎感情的角度來說 就是另一件事 所以外國有些人做法 其實他也生夠了 他也不想生, 剩下一個 我會在一個完全錯誤的時間 將他移植到子宮 他一定不會成功懷孕 只不過他和你的身體一起消失 就像舔一樣 我看到那時候客人說 不知道怎麼辦 師傅, 要不要放在海裡 不知道…那種做法 因為如果你覺得 那裡已經是生命 你又不敢動它 其實我年紀都越來越大 我真的很開心 請到陳醫生, Louis上來 你解答了很多問題 我真的會答應大家 我會努力儲錢去雪林 這個才有她 是吧 對, 勤力, 找個好老公 我會努力的, 加油… 你… 加油… 來OOOOO 我會剪判 我死你 全部 bisog 我吃 平 囡